當局有探測到 仍然有二十多人 可能有生命跡象 正全力搜救 地震重創台南 在傷亡最嚴重的圍棍大樓 救援人員通宵搜索 一直持續到早上 在雅力堆中繼續找到生還者 早上六點多救出一個十四歲女童 她身上包著毛毯 狀況大致良好 而在凌晨也救出一個十八歲男子 她當時身處大樓九樓位置 被困二十二個小時 獲救時向救援人員動手指 視意自己清醒 令在場救援人員非常興奮 另外一個被困近二十個小時的七歲男童 也獲救 隨即送院救治 由於擔心有人卡在雅力堆中 當局沒有出動大型機械直接挖掘 而是在雅力堆上轉開石屎雜物 但也因為這樣令現場出現大量煙塵 部分位置更加冒出濃煙 不排除大樓內有火頭 增加搜救難度 有救援人員挖掘期間 不小心挖破氣體管 冒出火光 一度要停止挖掘緊急疏散 現場夜晚跌市只有大約攝氏十度 不少家屬通宵守候 希望等到被困家人的消息 下屬已經上到殯儀館 然後大台在裡面 對於有報道說 在地震中整棟倒塌的十六層高圍棺大樓 在九九年的九二一地震之後 已經被列為危樓 質疑政府沒有處理 台南市長賴清德凌晨 再到災場了解救援進到時 重新圍棺大樓沒有被查布為九二一危樓 並承諾會協助災民追究責任 這場6.4級強烈地震 星期六凌晨大約四點發生 震央位於高雄市美農區 震源深度只有16公里 屬於極淺層地震 波及高雄、嘉義等多個院市 台南災情最嚴重 無線電視記者封業明報